今天晚上哈哈 用那个 虾仁 你知道我还用那个 鲍鱼啊 鲍鱼我没有用 鲍鱼只是带了过来 但还没使用 整个晚上都是在用鸡胸肉 鸡胸肉 没想到鸡胸肉 那么会咬 今天晚上釣到两条 沙阁 原来之前釣的那一条是沙阁 不是黑阁 后来没想到 打算走人 居然种了一条红草 哇 也是用鸡胸肉 用鸡胸肉 釣的 我在想啊就是 鸡胸肉是不是只是那个沙阁 喜欢吃 结果 哈哈哈 后面居然有红草来咬 而且这条红草还不小 有 到尾巴的话大概是 接近20公分 接近20公分 柿子那么大 柿子那么大 柿子大 柿子大 哈哈 今天晚上我是在做实验啊 因为有钓友朋友呢 跟我说 鸡胸肉用来钓黑格 黑格很喜欢吃 结果没想到 原来连红草也喜欢吃 哈哈 刚饭去没多久啊 红草就来咬了 各位朋友 各位钓友 真的可以尝试尝试 用鸡胸肉来钓鱼 哇 你看这条蜂巢 啊 活力十足 活力十足 还那么生猛 生生猛猛 尝试用了 尝试大家尝试 不要那个 错过机会 因为这个鸡胸肉其实很便宜 之前那条视频也介绍过了 两大件 两大片 才58块钱 58块钱 这样钓的话呢 每次减一点减一点 基本上可以钓好久啊 可以钓很多次 可以省很多钱啊 大家不妨尝试尝试 真的很棒 很有效果 哈哈 又一条红草鱼啦 哦 耶